你是否曾經想過 來來拜拜的水果 你放多久就會過瘦 然後就開始腐敗了 難道說這真的是被好兄弟吸光了氧氣 吃過了才會變成這樣的 今天帶你來聊一聊 沒有啦 今天從科學面帶你來來聊這個現象 沒錯 水果在拜拜中容易腐壞是有原因的 第一 氣體 如果你曾經用過現象吹熟香蕉 或許對這現象並不陌生 將香蕉放置於密閉容器後 燃燒現象用其所產生的煙霧熏個幾個小時 或是幾天 過不久 香蕉變會黃得很快 這其實是燃燒現象時所產生的碳氫化合物 在濃度較高的時候 容易激發香蕉的天然植物激素 乙烯的產生 而乙烯其實也是現象中碳氫化合物的一種 在現象與其自身所產生的乙烯兩相加成下 下一步便會再回頭加快香蕉的呼吸作用 而達到催熟效果 第二 溫度 通常拜拜時的環境 在接近柏油路 香火蠟燭的燃燒 或是室內不通風的環境下 這容易加速水果的呼吸作用 而縮短了存放時間 另外 將一堆水果放在一起 又被塑膠袋包得緊緊的 除了可能讓水果自身產生的乙烯 有機會累積與作用外 所產生的水氣也容易使得黴菌滋長 第三 回想每次五度前大採購 挑水果的時候可能很多人心裡想的是 啊 不要拜還沒熟的水果 反正過幾天就要拜了 買點剛好不要太熟的 買回家放個幾天後 等真正把水果放在工作時 又熟了一點 就是因為這樣 很少人會買未熟的水果 若真的將前期的存放時間 與上工作後的加強催熟算進去 或許也很難怪水果自己不爭氣 最後 為了省去不耐放的問題 除了盡快吃完 也可以盡量挑選 被更年輕 而且不比不容易碰傷的水果 例如蜜枝 龍眼 西瓜 柳丁 葡萄柚等等 當然 拜拜時也盡量選擇 相對低溫和通風的環境 話說回來 看完以後 你還認為這是超自然現象嗎 你又會選擇什麼水果來拜拜呢 可以在留言區告訴我們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也可以訂閱我們 拜拜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